我们刚刚 这个就结束了我们这个单纯的第一章 我要讲了 第一章主要只是让各位了解 有哪些基本的物理定律 可以用在应用力学的计算 以及跟各位介绍单位系统 公字跟美字的差异 以及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公字 那我们第二章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物理可以分成指点跟钢体 我们第二章主要目的就是介绍 假设我可以把这个物理 就当做一个指点 也就是它满足我们前面讲的一些条件 外力都集中在同一点等等 然后我们探讨 当一个物指点受到外力以后 是在平衡状态的时候 它的力量之间的关系 力量之间的关系 这一章我们顺便会把一些 基本的向量观念给各位回顾一下 因为那个是很基本的 而且属于回顾 所以我可能会讲的快一点 这一章我们分成五个小节 第一节 因为真正的向量是先从力 力是像一种 所以我们应该先介绍什么是力 然后从力 第二小节推导到 跟各位介绍什么是向量 以及向量一些特性 这边可能有一个观念 是各位以前没注意到的 然后第三个 我们告诉各位 怎么找到一个向量的分量 你们 走到你们就知道 如果 这个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是 如果这是一个向量 我要找到这个直角坐标的分量 大家都知道怎么做 如果在我们讲到第三小节以前 各位就会想一下 如果我现在坐标系统 是斜的 不是直角 然后我这边有一个向量 这个向量 在这两个轴的分量怎么算 大家先想一想 我们在第三节会告诉各位 向量的分量 这边讲的decomposition 就是找它的分量 我的重点是 任何一个向量 不只是可以分成 沿着直角坐标的分量 它也可以分成任何 这种 这种不是直角的叫斜角坐标 它也可以分成沿着斜角坐标的分量 OK 各位就可以先想要 那是第三小节 这第三小节结束以后 我们就对向量 基本有个介绍 然后呢 第四小节就 谈到 假设这指点 受的是平面的力 就所有的力量 都在一个平面上 等于是二维的 二维问题之下 指点受到了外力 达到平衡的时候 它外力之间的关系 知道了这个以后 我们再引申到 第五小节就是三维的 就这个力量 直接是空间的 它不见得在同一个平面上 从简单的 变到蓝的 这是我们在第二章 而第二章里面 真正要各位学到就两件事 第一个 假定一个指点 受到许多的外力作用 我们怎么样 找到它的 resistant 这个中文我们翻成 合力 合起来的力量 这个是一个口 合起来的力量 resistant 我们怎么计算它的合力 当然你们都知道 合力就相加在一起 可以用图结法 那第三小节就是告诉各位 如果是空间的力 用图结法就太啰嗦了 所以我们要用分量的做法 第二个目的就是 假设这个指点 受到了外力作用 在平衡状况之下 它的外力之间 是什么关系 外力之间的关系 这个才是我们在第二章 真的要告诉各位的 所以这章学完以后 各位就是讲的 第一点 作用在一个指点上的外力 不管有几个外力 你要把它合成一个力量 你们知道怎么做 以及 如果是达到平衡的时候 它这些外力之间 是什么关系 你知道某几个 你可以求得其他的外力 那我们准备再补充一下 我们一直强调 这一章是作用在指点 我再强调一次 指点不是代表 这个物体的体积很小 跟物体的大小无关 指点重点指的就是 我不考虑到 这个物体的形状跟尺寸 所以我们假设 所有的 质量都是集中在 执行上 跟物体的大小 是无关的 好 那一开始我们先讲 一个力 我们现在讲的是力 你们先把 就是一个力量 如果是一个力 它有几个特征 第一个 我们叫作用点 point of application point of application 作用点 只有 听好 所有的向量里面 只有力量 有作用点 所谓的作用点 就是这个力的向量 跟工作件之间的接触点 其他的向量 像速度也是一个向量 速度没有作用点 作用点 是属于力 这个向量的独特特征 只有力这个向量 它有一个特征 叫作用点 其他的向量 像速度啊 都没有 第一个特征 第一个 作用点 第二个 它的大小 第三个 我们叫做作用线 就是这个向量 所在的 它的那条虚线 这就告诉你 力的作用位置 这是一个物体 这边 这条就是它的作用线 让我写一点 因此 作用线 line of action 我们把它 就是你告诉我 我的力的这个方位 力的方位 通常会跟一个参考点 以这边来讲 我们比较可以的 就是这个作用线 跟横轴 水平轴参考线 之间的夹角 第四个 就是方向 指的就立的这个箭头 你的力量是朝这一头 还是朝那一头 所以一般来讲 立这个向量 是有四个特征 作用点 大小 作用线 跟它的方向 sense 我们把它叫方向 那 这个向量 第一点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基本的定律 事实上 这是由实验 做出来 就是说 如果有两个力量 作用在同一个点 两个力量 它的作用点 合在一起 那由实验 证明 这两个力 可以变成一个 单独的合力 力量 而且 它的单独的合力 就可以用这个平行四边形的方法 用对角线 可以求出来 这我们不在这边多说了 而且 这边也代表力 它的加法 符合交换力 p加q 等于q加p 这个我们只是先简单的介绍那个力 然后下一节我们就从力 引申到兼容的物理向量 我再强调力是一种向量 向量不见得一定是力